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发力蹬转 但是你不要两个脚一起转动 不要一起转动太大了 幅度太大了不好 幅度稍微小一点 把力量集中就可以了 再一个大臂走关节不要主动发力过多了 多用腰和前臂发力 大臂只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辅助前臂发力的作用 不要主动去用大臂 用的太多了 向上太多了 这样拉出来的球质量就不高 包括你发的正手前冲 刚出台下旋球的视频也是的 你拉球还没练好就去试着去练这个什么前冲下旋球 这根本不靠谱 而且你发过的这个球也不是下旋 是吧 弧线那么高 所以你先把这个正手 拉球先练好 动作小一点 是吧 走关节先稳定好 先用小的动作来摩擦 用前臂 前臂来摩擦 腰部力量集中 腰部力量集中 向前蹬转 向前蹬转 不要光往上 不要光往上去用力 多向前发力 包括我们前冲下旋球也是一样的 你要找到这个球的高点期去冲 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机球时机以后呢 你基本上是没办法前冲了 顶多把它吊起来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全民学乒乓的视频呢 可以点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订阅 打开微信扫一扫 关注乒乓网微信公共平台吧 扫描左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 每天为大家推送乒乓球教学视频 乒乓球技术文章 乒乓网最新活动 还在犹豫什么呢 赶紧关注吧